纽约州长霍楚周二宣布一项 旨在解决州内住房危机的历史性协议 包括增加住房供应 提高负担能力 加强对租户和房主的保护 以及打击住房方面的偏见和歧视 作为2025财年预算一部分 预算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和举措以建造新的住房 在增加住房供应上 计划包括一项新的485X税收激励措施 以为住房建设提供福利 同时鼓励负担能力 至于属于已过期的421A激励计划的项目 建设延期至2023年 以确保可以建造数千个出租单元 预算并推出将商业改建为住宅的新税收激励措施 取消对纽约市住宅密度的过时限制 并制定一项新的试点计划 使纽约市部分地区现有的地下室和地窖公寓合法化 此外 预算包括对租户和房主的历史性保护 如反哄抬物价措施 免遭驱逐保护 以及免遭契约盗窃的执法和预防措施等 并打击住房歧视 州府同时斥资5亿元 在州土地上建造多达15000套新住房 并增加超过6亿元资本资金 以支持全州住房建设 霍楚说 它致力于让纽约州变得更可负担 及更加移居 这项历史协议将改变生活 并将工薪家庭放在第一位 纽约市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持续发酵 市井在周一晚与纽约大学的抗议活动中 逮捕约120人 纽约大学有抗议人士 周一在商学院附近的古尔德广场搭起帐篷 呼吁大学终止与以色列合作 并要求披露于以哈战事有关的企业 及从中撤资 大学发言人贝克曼在声明中说 情况随后发生巨大变化 有更多抗议者冲破障碍 违反了校园安全官员的指示 及大学规定 他补充 许多抗议者在被告知之后拒绝离开 而校方鉴于上述情况 及此次违规行为引发的安全问题 请求了市井提供协助 市井行动副局长多特里 确认收到大学通知 要求驱散人士 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员随后到场 并将抗议者带上驻扎在附近的警车 警方最初表示 在事件中逮捕了150多人 但后来更正 实际被捕人数为120人 包括学生 教职工和外界人士 其中116人因非法入侵 而受到船票 目前已获释 另有4人收到了出庭罚单 多特里在周二发布的影片显示 事件中有抗议者向警方投掷瓶子和椅子 市长亚当斯对此表示谴责 又指市府将与大学领导人会面 就管理抗议活动商讨最佳做法和协调 同时保持和平 MTA的免费乘坐巴士试点计划 目前仍在进行 但由于纽约州立法者 在新颁布的州预算中 没有重新授权 计划预计将于今年结束 作为去年预算中制定的试点计划 项目耗资1500万元 旨在评估免费服务 对公车客流量、速度和服务交付的影响 并由MTA在计划结束后发布报告 自9月来 纽约市每个行政区内的一条巴士线路 提供了免费乘坐服务 包括布朗市的BX18 布鲁克林的B60 马哈顿M116 皇后区的Q4 和史丹顿岛的S46和96 有立法者希望 将计划的规模扩大两倍 至覆盖15条巴士线 并再延长一年 同时寻求4500万 来提高巴士服务可靠性和次数 计划主要支持者 皇后区议员马姆达尼说 很遗憾未能延长或扩大计划 又指 如今有五分之一的纽约人付不起车费 并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然而 立法者和交通倡导者 筹集了超过1200万元资金 勇于增强普通和快速巴士服务 M7目前尚未公开任何数据 也没有公布计划的正式截止日期 但就预计最迟会在今年9月结束 联邦航空管理局证实 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日前差点发生5架客机相撞事故 当局目前已就事件展开调查 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说法 事件发生于4月17号下午4点45分 一架飞往苏黎市的瑞士航空17K号航班 收到了空中交通管制塔的通知 并获准起飞 飞行员当时开始在跑道加速 但期间看到有另外四架飞机 在远处穿越同一个跑道 于是终止起飞 飞行员向管制塔报告表示 航班严厉拒绝起飞 并指跑道上出现了交通堵塞 管制人员随后指示客机 继续沿着跑道行驶 并从31L出口离开跑道 根据瑞士航空声明 当飞行员绝对突然中止起飞程序时 飞机当时的速度 已略高于滑行速度的最大值 并赞扬了飞行员 在事件中的高度意识和快速反应 避免灾难发生 虽然事件中没有飞机相撞 或造成伤亡 但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就事件 展开调查 以确保人员遵循 适当的安全程序 并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